其實我們本土派的青年 很多年都會有一個不同場合裏的六四論壇 包括2016年的時候 港大都在同一個地點上做一個六四論壇 我們去年也在尖沙咀裏做過一個六四的集會 其實六四這件事件對於香港人來說 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公民 我們應該要保持香港人優良的特性 就是有人性 我們是善良的心去關注這件事件 尤其是我們面對的政權就是中共的政權 我們見到六四其實都是因為這個政權而受到屠殺的事件 我們應該要就這件事件將它繼續發酵 令到國際社會對這個中共政權做一個更加強硬的施壓 六四其實三十週年 在這件事上我相信你都未出禮 這三十週年裡面你是怎樣了解六四的 其實我很小時候媽媽都經常跟我去講述六四這件事件的發生經過 當然我媽媽以前是司徒華的很順敗她的小粉絲 去到我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慢慢去參加六四的集會 09、08、2010 我不斷去參加 其實當中我看到 到了數年的時間 其實我看到那個形式都沒有改變 所以去到真正2015年之後 本土派開始要思考究竟 六四是否應該要在肛令上有個變更 甚至乎我們要因為六四這件事件 我們要更加多香港人的意識 更加多揭露中共醜惡真面目的方式去行動 其實支聯會它最大的作用就是 維繫著一班人 他們在維園上面 每年會做一個燭光的晚會 其實我在之前一些不同的媒體上面都講過 就是 例如李卓人 他可以做一些更加多的形式 例如找一些國際議員去參與在六四集會其中 甚至是邀請他們為這件事件去做一個譴責 其實要做一個 這件事件的發酵或升級 其實有很多方法是不困難的 但是我看到支聯會可能 這幾年他們真的越來越封建 亦都是做不到一些年輕人想要的結果 所以慢慢會有很多人會洩氣 會去放棄參加他們的集會 有沒有曾經試過和支聯會 或者李卓人去商討過是有進步的空間 其實最近我去了台灣一個六四的研討會 那是總共三天的日程 那開初的時候就是一些台灣獨派的朋友 那他就和支聯會去商討 去讓我去做其中一個演講者 其實我相信六四對於香港的民主發展 或者香港未來民主進程 甚至乎是港獨的一些思考 都是有個幫助的 那所以開頭我去受到邀請的時候 都很想真的可以在台上發言 但是支聯會其實就給出那個結果 是令我有些詫異 就是他說其實港獨對於六四是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他就不接受邀請 也都不希望可以上台講話 所以我見到就是其實支聯會 他是對於港獨或者年輕一代 甚至其實我也有聽過是對自決 可能都會比較有個封建的思想 甚至是拒絕的 所以作為一個獨派的組織 我們應該如果我們嘗試溝通 沒有成果的話 我們應該要尋求其他方式 去繼續去用我們的方式去抗爭 以及去思考 對於逃犯修訂 你有甚麼提法 我認為逃犯條例如果真的通過了的話 其實香港是會很快急速地變成 中國的一個很普通的城市 很多的外國商家都會撤資 而我們香港人基本上 無論是新聞自由 就是我們以前追求開的民主 甚至是立法會 我們都會完全是一面倒地腐敗下去 所以我呼籲香港人 六月九日一定要走出來 我們要做最後一次的抗爭 有聲音說 縱使當天有一百萬人組出來 政府都不會撤出這個修訂 其實是的 現在的政府 它是有一個很後面皮的一個執政態度 他們基本上 他們都自己說出來 人數基本上不是他們 考慮切不切回的一個理由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我們首先要有國際社會的壓力 去給港共政權看 而我們市民應該要自發做不同的行動 去向這個政權更加施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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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